所谓标准化城市公厕 是指对公厕建设提出的标准化要求 譬如在南方城市配件一类城市公厕时 需配备空调或电扇 无障碍变气 儿童小变气 面镜 洗手液等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还提出 将女性侧位与男性侧位比例提高到3比2 人流量较大的地区为2比1 以缓解女性侧位紧张的问题 在市园林植物园百花厅里 原来的老旧公厕正在推翻重建 据了解 目前市园林植物园内共有公厕15间 由于建设年代球员 男女侧位比例都为1比1 目前植物园正按照标准化城市公厕的要求率 先对两所公厕进行改造建设 一座位于百花厅 另一座位于国防园入口处附近 扩建后 女侧位和男侧位比例都将达到3比2 对女性它肯定好处都不用多说了 就是以前大家真的是 女生上次都要排好长的队 这样肯定是比较方便的 方便大家女性的 下一步 市园林植物园将对其余的老旧公厕 逐步进行改建或重建 直到全都达标 结合国家旅游局最新颁布的一个3A标准 然后另外也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 在一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新建的两座厕所 按照公园管理条例 以及这个设计规范的话 应该原来它的每座公厕的服务半径大概是在500米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植物园的这个人流的分布的情况不同 我们在最近的点可能就是150米左右就能找到有公厕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进一步推进厕所革命行动计划的通知 部署今后三年我省推进厕所革命有关工作 厦门将以每年新建70座城市公厕的速度进一步完善城市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区每万人有3至4座公厕 步行15分钟左右有一座公厕 此外我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还将安排新建改造15座乡镇公厕 34座乡村公厕 77座旅游公厕 本台记者报道